听读练习 明清时期 原先被称为 鱼米之乡的江浙粮省 盖种棉花 这使得湖广地区 作为全国最重要粮食产地的地位 得以巩固 湖广熟 天下族 首见于明代李甫园编写的地图宗要一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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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意思是说 湖南 湖北两省盛产稻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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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两湖丰收 则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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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清时期 原先被称为 鱼米之乡的江浙两省盖种棉花 明清时期 原先被称为 鱼米之乡的江浙两省盖种棉花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 原先被称为 鱼米之乡的江浙两省盖种棉花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 原先被称为 鱼米之乡的江浙两省盖种棉花 这使得湖广地区作为全国最重要粮食产地的地位得以巩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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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湖广地区 湖广熟 天下族 首建于明代李甫园编写的地图宗要一书 意思是说 湖南湖北两省盛产稻米 两湖丰收 则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饱 明清时期 原先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江浙两省盖种棉花 这使得湖广地区作为全国最重要粮食产地的地位得以巩固 湖广熟 天下族 首建于明代李甫园编写的地图宗要一书 意思是说 湖南湖北两省盛产稻米 两湖丰收 则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饱 明清时期 原先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江浙两省盖种棉花 这使得湖广地区作为全国最重要粮食产地的地位得以巩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 不疑 是新鲜łum 我欢迎回音速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希望你们都能看到 我希望我是 你 感谢观看